规模异常巨大的安岭 留下了一人守灵的古怪典故 究竟是谁设下了这重重谜团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 第零第二集 汉惠帝安岭 公元前一千零四十六年 汪汪激发在此建立李州强邦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 始皇嬴政在此统一中华大地 公元前二百零二年 高祖刘邦在此创建大汉王朝 公元五百八十一年 文帝阳间再次打造强随帝国 公元六百一十八年 高祖李渊再次开创圣唐版图 再次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再次形成伟大之城 十三古都遗迹 辉煌已存记忆 历时春秋更替 千年后人永迹 一座座城池忽然倒塌 一座座宫雀相继凋零 一座座地灵依然耸立 一座座宫碑清晰可济 王朝传承 华夏古都 昔日辉煌 今日奉献 西汉 地灵 在这片渭河北岸的原地上 矗立着一座荒凉的大墓 屋叶婉转 如气如素的情人老墙 萦绕在这座大墓的周围 仿佛诉说着墓主人 可惜 可悲 可叹 却又可敬的一生 这座陵墓的主人 是一位少年天子 他的一生几乎不曾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却尝遍了有名无虚的万万无奈 在他短暂的帝王生涯中 母亲的阴影始终如影随形 最终一腔热血与雄心壮志 都被消磨成了阴格厌恶 和秘密之音 这座陵墓的主人 究竟是谁 拥有一个强悍的母亲 是她的幸运 还是不幸 这个始终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皇帝 到底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让我们走进这座 让我们走进这座充满悬疑的地灵 步入一对母子 爱恨纠结的内心迷宫 还原一位苦闷帝王的真实人生 他拥有天下最具权势的父母 他十六岁 他十六岁继承大统 成为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 他就是汉惠帝流营 汉高祖流亡的敌长子 吕后的亲儿子 大汉王朝第二任皇帝 他本应辟秘密天下一盏鸿土 然而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母亲手中 对他来说 皇帝只是一个万人仰望的空头尊号 真正的君王大权不过是净花水月 他壮志未愁苦楚难深 可是这片一望无垠的临人遗迹 却与他的人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一个处处受阻 最终失去实权的天子 怎能拥有面积如此庞大 广袤的灵园 这是流营的地灵 安灵 今天庞大的灵园已经破败不堪 两千年来 安灵孤独地处立在荒原上 人们早已将它的灵园遗忘 甚至怀疑 难道这座地灵根本就没有灵园吗 一次意外的发现 打消了这个疑惑 公元2001年 咸阳市计划修建一条旅游公路 在公路穿越安灵市 一段夯土遗迹惊陷雨势 勘测表明 这段夯土遗迹 是一段大840米的城墙墙迹 这是一座古代的城墙吗 考古学家最终确认 这段夯土墙就是从未被发现的 安灵陵园的城墙 它的方位在安灵风土的西北方 属陵园城墙的西段 很快 安灵陵园 东 南 北 三面的城墙遗址 也陆续被照到 隐匿了两千年后 安灵陵园 终于重现人间 安灵 位于汉高祖刘邦的 长陵一席 灵区分为灵远 灵异 及陪葬区三部分 安灵风土为夯住复斗形 距于整个灵区的中部 底部东西长一百七十米 南北宽一百四十米 顶部东西长六十五米 南北宽四十米 岛二十五米 陵园以东为陪葬牧区 陵园以北则是面积广大的 安灵陵 据测量 安灵陵园的西墙长八百四十米 底宽五米 墙宽二点五米 陵园南墙长九百四十米 宽约十米 东墙长八百四十米 宽五米 北墙与安灵陵的南墙 共用一墙 长九百四十米 整个安灵陵园的面积 居然达到了七十八万九千六百平方米 冠绝汉陵 汉惠帝流言十六岁继位 二十三岁便英年早续 在短短七年的帝王生涯中 并无什么丰功伟绩 如何配得上如此威武的灵软 关于刘颖 以及安灵的一切疑问 都要从这个女人说起 公元前一百九十五年 刘邦离世 最后一刻 守候在她身边的 除了妻子吕后 还有那个并不讨她喜欢的儿子 刘颖 刘颖是刘邦的敌掌子 但性格忍弱 为刘邦所不喜 相反 刘邦对宠击妻夫人所生的赵王如意 颇为喜爱 常怀费力之心 吕后为此 忧心忡忡 在张良的谋划下 与后为太子 找来了四位隐居在商山的老人 这四人都是汉处的贤者 受到刘邦的尊重 被护为商山四号 在一次宴会上 四号陪同刘盈入席 刘邦惊讶异常 方才意识到 太子颇得人心 不宜行 费力之事 最终 刘盈顺利地降皇位 此时 刘盈与吕后这对母子的关系 将向何处去 而在权力斗争中落败的欺负了母子 结局 又会如何呢 这座 这座据说叫做赵王墓的大墓 位于安陵与长陵之间 是安陵最大的陪葬墓 传说 他的墓主人 就是那位在太子争夺战中落败的刘如意 没能成为太子 决定了这个年幼皇子的命运 注定将以悲剧收场 这样一个悲惨的皇子 能拥有这样大的墓葬吗 刘盈继位后 刘如意已不再对皇位有任何威胁 但吕后不肯善罢甘休 惠帝元年 吕后命刘如意入宫 以图斩草除根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怎知自己前途凶险 幸好还有宅心仁厚的刘盈 是吕后没有下手的机会 十二月的一天 刘盈早早醒来 出宫行列 他不忍叫醒 熟睡正憨的弟弟 决定让他继续睡觉 刘盈走后 吕后很快得到消息 他不失时机地 派出杀手 将刘如意毒死 当刘盈回宫 等待他的是刘如意 冰冷的尸体 没有史料记载 刘盈此时的心情 但不难想象 善良仁爱的皇帝 对母亲是何等恐惧 与怨恨 那么赵王墓究竟是不是赵王如意的灵寝呢 客观而言 局长大权的吕后 震杀了刘如意 又怎能允许他 以这样高规格的墓葬 陪葬安宁呢 这座大墓的主人 究竟是谁 据史学家考证 赵王墓 其实应该是鲁园公主墓 鲁园公主 不仅是刘盈 异母同胞的姐姐 更与刘盈 有着令人震惊的 另一层关系 她 竟然是刘盈的岳墓 公元前192年 吕后 以亲上加亲的名义 将陆园公主的女儿 刘盈的外甥女张燕 立为皇后 此时 张燕不过12岁 这样的婚姻 无疑是有被人伦的闹剧 而一手导演这场闹剧的吕后 无非是要将权力 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吕后的做法 引来了刘盈的不满 可面对母亲 刘盈根本无可奈何 善良的皇帝 无法接受外甥女 成为自己的妻子 始终不肯亲近张燕 至此 都没有与张燕 成为真正的夫妻 刘盈与张燕的婚姻 是一桩彻底的政治悲剧 在她驾崩之后 张燕猛猛懂懂地 当上了有名无实的皇太后 八年后 吕后世事 吕世家族 被初心崛起的刘姓宗氏 简灭 随着汉文帝的即位 张燕也无法继续维持 皇太后的身份 被迫迫迫迫战皇被宫 公元前163年 36岁的张燕 终于走完了自己 孤独无奈的一生 被草草下葬 在安陵陵园中 有一座很小的陵墓 这就是张燕的后陵 张皇后陵位于 溃地地陵西北270米处 封土为副斗形 底部东西长60米 南北宽50米 顶部边长20米 高12米 这座后陵的凤土 还没有陪葬的 鲁园公主墓高大 这在西汉珠陵中 是罕见的 令人唏嘘的是 甚至就是这座小小的凤土 也是由后人修建的 部分学者们相信 汉初的地陵陵园布局 深受汉长安城的影响 长乐宫与魏阳宫东西相望 构成了汉长安城的主体结构 长乐宫又称东宫 从汉惠帝刘营时期起 称为太后的居所 魏阳宫又称西宫 为皇帝朝惠之所 汉高祖的长岭 与汉长安城的东西结构 相对应 井井有条 而安陵中的后岭 却在地陵的西北方向 似乎违反了 地席后东的墓葬规格 汉惠帝一朝 处处遵循高祖一致 怎么会出现 这样的现象 种种迹象都表明 张皇后岭有着太多诡异之处 她折射出的不仅是皇后张燕 悲苦的人生境遇 更是吕后刘盈母子一生的情感纠葛 张燕为后是对刘氏皇族的一种侮辱 因此当诸吕被剪出后 张燕虽保留了皇后的名分 却无法以皇后之礼入葬 后陵不起风土 也在情礼之中 其次张燕成为皇后之后 仅三年 刘盈便郁郁而重 张燕比丈夫夺获了近二十年 刘盈入葬时 安陵的布局已经定性 地灵风土距灵源东墙近二百八十七米 在这样狭窄的空间里 还要安置地灵的主木道 根本没有后灵的空间 非要安置就只能选择灵源之外 这当然不可能 可见张皇后灵的种种神秘之处 无不源自她尴尬的身份 这个与世无争的弱女子 被卷入到暗流奔涌的政治风暴中 在暴风骤雨中漂泊无际 当她下葬时 安陵的整体布局早已定性 东边不能买 只能葬在西边 因此故弃坟丘 以让尊位 张燕的悲剧 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 刘邦驾崩之后 汉朝的实际统治者 根本不是刘盈 而是她的母亲 吕后 与天性忍弱的刘盈相比 吕后在政治上 似乎更有一种成熟的嫉妒和胆识 然而 这位善良的天子 真的只是一个傀儡 毫无作为吗 让我们再次回到安陵 一探究竟 安陵陵远 面积之大 在西汉地陵中 极为突出 地陵是从皇帝登基后 开始规划营造的 而刘盈在位 近七年 安陵的营造时间 并不长 这样的灵源规模 应该是从一开始 就规划好的 刘盈将自己的灵源 规划得如此之大 是出于一种 什么样的心态呢 也许 也许答案 这传达了怎样的信息 很少有人知道 汉出国力磊弱 长乐宫 魏阳宫 以及长陵的修建 令国库吃惊 流氓 无力再为长安城 修建城墙 这个工作 留给了继任者 公元前一百九十五年 刘盈登基 长安城墙的修建工程 正式启动 工程分三次 蒸发服役 人数最多是 达十四万人 公元前一百九十年 长安城终于拥有了 宏伟的城墙 由于长乐宫 魏阳宫 早已建城 为了迁就两宫 和河流的位置 新建的城墙 形成了南墙曲折 如南斗六星 北墙曲折 如北斗七星的形状 故有斗城之称 和长安城城墙 全部用黄土 夯柱而成 高十二米 即宽十二至十六米 墙外还有宽八米 深三米的城号 构成了多层防御体系 长安城周长 两万五千七百米 城内面积达到了三十六平方公里 是同时期 罗马城的四位 明清时期 北京皇城的五位 刘盈 用四年多的时间 完成了刘邦的遗愿 为自己的皇帝生涯 开了一个好头 每个帝王 都希望将自己生前的辉煌 带入死后的世界 因此 安灵义城墙的形状 与长安城城墙相似 也就不足为奇 而安灵 灵源面积至广大 似乎也与汉长安城 宏大的规模 遥相呼应 从安灵的名称 也可以看出刘盈 对自己皇帝生涯的期许 汉高祖的地灵 名叫长灵 与安灵合在一起 就是长安 这既是帝都的名称 又代表了 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景 汉长安城的伟大 原本足以成就 流盈的历史地位 然而 以实际为代表的一些史料 却将流盈塑造成了 懦弱昏庸的皇帝 称他 称他日饮为淫乐 不听证 流盈究竟是一位怎样的皇帝 流盈继位之后 吕后掌控实权 萧和继续担任丞相 朝政大事 内决于吕后 外决于萧和 流盈只能拱手听命于母亲 汉出国策 勿在休养生息 国家没有太大的正事 一切都还太平 会第二年 萧和病重 刘盈问萧和 丞相百年之后 谁可继任 萧和说 没有人比陛下 更了解自己的成熟 刘盈思索片刻 再次发问 曹参如何 萧和频频点头 说皇帝能重用此人 臣死而无憾 从这一段话来看 流盈识人之能 竟能匹敌萧和 可见其用人之志 萧和去世后 流盈果然任命曹参为相国 曹参遵循萧和之法 没有半分更改 他挑选了一批 质朴的忠厚之人 任命为丞相的蜀官 对那些孤名钓鱼之徒 则一概弃之不用 奇怪的是 曹参似乎并不忙于国事 日夜在府中饮酒作乐 刘盈得知此事 忧心忡忡 难道自己与萧和 看错人了吗 于是 刘盈请曹参之子 忠大夫曹主 带自己前去劝谏 谁知曹主 劝谏不成 反遭曹参鞭挖 十分狼狈 刘盈 再也不能听之任之 亲自召见曹参问话 却被曹参反问 陛下自认比高皇帝如何 刘盈老师回答 岂敢与先帝相比 曹参又问 我与萧和谁更贤能 刘盈不假思索地回答 您不如萧相过 曹参说 这就对了 高皇帝与萧和定天下 制度法令明晰 我们只需各安其职 没有过时即可 刘盈听罢 终于大笑一律 曹参为相三年 棘手萧和发度 社会一派清明 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奠定了基础 萧归曹随 俨然成为一段佳话 而刘盈 知人善任的明君气度 也值得称道 可是 这位看上去英明聪慧 亲于治国的年轻皇帝 为什么却为司马迁描述成了 日饮为淫乐 不听证的昏君呢 让我们翻开史记 看看司马迁 究竟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赵王如意被震杀之后 恐惧与愤怒 时时营绕在刘盈心头 而吕后做出的另一桩残绝人寰的事情 很快将彻底击溃刘盈的精神 赵王死后不久 吕后请刘盈前往厕所参观 在厕所中 刘盈看到了这样一个人 她被斩掉了四肢 弯曲双眼 割掉舌头 喉咙被药熏哑 耳朵被锥子刺龙 她被丢弃在厕所中 半死不活 她就是赵王如意之母 刘邦生前最为宠幸的妻夫人 日后将她残害致辞 并得意地称她为仁智 智的意思是诛 以再嘲讽她 诸苟不如 此情此景 令刘盈的内心激进崩溃 吕后像一个恶魔 用一种非人的手段 折磨着这个善良的年轻人 最终 刘盈直言 人质事件 不是一个心里正常的人 所能够做出的事 作为太后的儿子 她无法面对天下臣民 于是 刘盈才选择了 日饮为淫乐 不听证 成为一个 无所作为的皇帝 司马迁 在实际中 公正客观地记录了 刘盈变化的全过程 明确记载 教会以此日饮为淫乐 以此的意思是 因为这件事 指的就是人质事件 不仅如此 人质事件 还直接导致刘盈 大病一年有余 再加上 此后的淫乐生活 刘盈的身体 再也没有健康过 吕后让刘盈 观看人质 是为了给儿子 一个警告 可当她看到 平榻上 无精打采的皇帝时 不知适合感受 在野史传言中 刘盈被吕后所害 这当然不是真的 吕后残杀赵王 固然令人发志 但面对亲生骨肉 或许也有着 人母慈心的一面 好在刘盈即将摆脱精神 与病痛的双重折磨 这个原本满怀抱负的 少年天子 就要走完他既短暂 又漫长的一生 公元前188年 汉汇第七年 刘盈驾崩 葬于安岭 或许是为了对刘盈 进行补偿 或是使自己的心灵 得以平复 向来少情寡义的旅后 决定为儿子做一件事 刘盈酷爱音乐歌舞 借此排遣内心的忧据和惆怅 因此 旅后一道旨意 将关东五千户 昌幽月人 迁徙到安灵邑 陪伴儿子 于是 安灵邑 又被称作 女周灵 留下了 一人守灵的典故 从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 这些昌幽月人 可能居住在 靠近地灵的 安灵邑南区 而其他侵入的关东豪族 可能居住在 面积较大的 安灵邑北区 刘盈就这样安静地 沉睡在自己的地灵之中 鲍雀生前身后事 刘代后人评说 刘盈死后 世后 孝慧 世后 使中国古代君主 大臣等 具有一定地位的人 死去之后 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 与品德修养 而给予的称号 孝 以为孝字 善于继承父亲的事业 从刘盈开始 西汉皇帝的嗜好中 都有一个孝字 而刘盈所得这个慧字 含有 仁慈柔和 慈恩爱民 得为可怀等含义 亦美之情 可见一斑 除了嗜好 某些帝王 还拥有妙号 妙号 是皇帝死后 在太庙历史奉刺时 使用的名号 汉朝皇帝 是否能够获得妙号 与他的历史功绩相关 西汉诸帝中 只有四位拥有妙号 他们是 汉高帝刘邦 妙号 宗宗 汉文帝刘恒 妙号 太宗 汉武帝刘彻 妙号 世宗 汉宣帝刘巡 妙号 中宗 他们分别有着 开汉立国 底定汉室 开疆拓拓和中兴再造的 无事功绩 汉校会帝刘盈 十六岁登基 在位仅仅七年 始终如履薄冰 现在 他的历史使命 终于完结 终于能够放下 尖头的重担 与随葬的陶友相伴 沉入永不醒来的梦想 刘盈 不是汉朝最好的皇帝 也绝不是最差的皇帝 在他死后 与后先后扶植了 前少帝和后少帝 两名傀儡皇帝 但在诸旅被见面后 他们被认为是非法得位 不被汉世所承认 此时 大汉王朝 再一次来到了石子墓口 究竟谁能继承大统 历史的天空 再一次翻云覆雨 不绝云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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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